可是 contradiction 你逗Ich ona 爸你看多快你给我吃胡萝卜 我都不在癮了 爸你帮我吃 老爸要看看是不是胡萝卜的问题 今天就用胡萝卜给他做个真虾虾片 顺便安排个黄瓜和原味 老婆病里虽然没有老婆 但是虾片里是有真虾的 素菜汁和虾安配比配好 活成一个偏硬的面团 我特意把虾的比例加大了 能吃出虾味的虾片才是虾片 还能掩盖胡萝卜味 最后都切成这样的小粗墩子 先下锅煮到飘起 再煮个20分钟 捞出来过凉水 黄瓜口味不够绿啊 再捞出来放晾晒架 晾一个晚上 表面干了就可以切片了 然后使出浑身力气 切薄越薄越好 不然喷不起来了 哇这么多片 要是用烤箱烘 这太费电了 还是借助太阳公公吧 把我家所有的晾晒工具都用上了 迷你框也不能放过 何其壮观 猜猜我切了多久 晾了两天已经很干了 丰收了丰收了 这是劳动人民的果实啊 多一段放筷子里煮起来 随吃随炸 搞错了 再来 这次少放点 完美的捞出 听听这嘎闷脆的声音 含虾鲜味十足 我就不信 他还能胡萝卜过敏 哎呀医生说幸福一发生的早 看来胡萝卜以后是不能吃的 哎呦喂 哎呦 胡萝卜撒片 刚才医生说什么 那我说 要是我这么忍醉 包个肚子自己的胶 我就说他是幸酸的 啊好热呀 撒 疯了 有美啊 看上冰淇淋就好了呀 妈你干啥呀 哎呀 心境自然凉 谁变 哎那是死了 是冰淇淋 哎 有我在 你看他出去吃 不就是火炬冰淇淋吗 无菌蛋我都准备好了 虽说无菌 但是心理作用 还是杀个君吧 做了一下天的冰淇淋 终于轮到最爱的香草口味了 小火炒到这种粘稠状 才是无渣的关键 夏天的淡奶油 不冷藏是打不发的 另外再拿四个鸡蛋 做火炬壳 家里做只能是蛋卷壳了 我把配方里的低粉 换成了 有点糯糯口感的 糯米粉和木薯粉 蛋卷模具咱也得自制 省钱 一不小心还给环保做贡献了 最外面再裹层锡纸 咱的工具就成了 我做的时候啊 一般都会掐个时间 两面各90秒就差不多了 火炬桶做好 得先把脆皮搞出来 用巧克力的脆皮才正宗嘛 巧克力必须得用椰子油稀释 才能裹上薄薄的一层 放凉降温的时间 终于要做冰淇淋了 当然也得还原一粒火炬 浓度的奶味 再把烧火炬的蛋黄糊 加进去霍霍云 最近搞了个新玩意儿 用这个冰淇淋机 10分钟就能搞定了 哇 太给力了 这浓稠的质感 一点冰茶都没得 只不过那个火炬头 我得手挤了 蛋黄糊尽量搞得像一点 壳头底部 得塞点半融化的巧克力 免得弄得满手都是 然后赶紧摘一圈 浓浓的巧克力液 火炬的动感都出来了 这复刻都超越了吧 嗯 超级好吃 哎呀 嗯 羊菜 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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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儿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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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开 臭小子你给我站住 给我站住 那这味道给你 你又吃路边摊 我给你做不行吗 你做了我也不吃 就是没有学校门口卖的香 做了也不吃是吧 那就试试看 今天就给他做个产枯 隔壁小孩的两种鸡腿 第一种 是把鸡腿剔开翻过来 搞成个锤子造型 四条个二二两口味腌一下 撒点不辣的红椒粉 是为了上色 谁让我家没有现成的二二两粉了呢 为了让它更入味 咱就多腌会儿 趁腌制的时间搞个第二种吃法 把鸡腿骨头剔出来 划几刀待会儿好熟 撒点盐 揉吧揉吧 就直接上锅煎就行了 简单粗暴又贼好吃 两面煎到金黄 切块 装盘 蘸点烧烤料配着吃 这皮煎的金黄焦脆的 肉还很嫩 不要太香 锤子鸡腿也腌得差不多了 开始准备裹上 蝉枯隔壁小孩的三件套 裹完之后 感觉有点像金黄的大牙梨 再接着就是炸熟了 炸这个得用深一点锅 装小火大概炸个12分钟左右 这金光灿灿的颜色超有食欲 脆皮里面的肉嫩的都爆汁呢 这它怎么可能抵挡得住诱惑呢 哎 你不分钟是吧 嗯 哎呀 我这这门口 我还敢吃 我这点没办 你怎么还敢吃这个 哎 就是 这给我 这我都吃 我信我都 这什么都不怕 你都信不信 这可能 我都可能会说 行 你给你打我 你给我五八八点 五八五五六八 平时炒菜一点辣都不让放 这辣条是不鲜辣的 我可不能能出去买的 我先给它备好 干净分分我家的调味品 不全也没关系 市场就能一粘够齐 猛龙的配料 我才跟我这差不多 我归纳了一下 招位分三轮 第一轮 这些丢研磨器磨碎 紧接着准备第二轮材料 这些连吞第一轮的 统一扔到一个大盆里 搅拌均匀之后 准备第三轮材料 这些都是要下油锅的 菜籽油炸出来的 才会比较香 也比较上色 这些食材炸到金黄捞出来 剩下的油就有浓厚感了 再浇到刚才的香料里 辣条的极致味道 就靠它了 接下来的辣条主题 那就简单了 孩子们爱吃的大面筋 就是这个 牛筋面 这个烫十秒就可 浇上灵魂料汁 拌匀后再焖半个小时 看看家里还有啥 全都拿来做辣条 有前几天吃火锅上的面筋 有豆瓶 这些泡软 全都浇上秘制的料汁 再抓匀不就好了 看看这成果 这不跟外面买的一样 还不用担心 这个鸡那个鸡的 这口感筋道 一口下去滋滋油香 又辣又甜又香 这就是辣条的魅力吧 今天就让它实现 辣条自由了 这下再也不用担心 它出去买了 哎呀 还真说吧 打赌书了 你过来看看 我已经帮你解决了 啊 又做 这你也能做 哎 看起来挺香的啊 那就得尝尝 先来个大面筋 哇哦 没有搞的 嗯 可以可以 但是你这个没带去呀 哎呀 这个好说哦 我包装袋里面装进来呀 等着我啊 啊 那你快点啊 雷达 哎 你看这带子 嗯 辣条呢 哎呀 您怎么把儿子辣条也给吃了 这不是你给我准备的下酒菜吗 那 天天天 这还有一顿 哎 刚下来玉米太好吃了 来来来一个 哎呀 又是粗粮啊 主天是紫薯 前天是南瓜 大天天是鱼桶 不知道还有人家的健康岁月了呢 多吃醋酱多好啊 膳食纤维 走不走 走不走 哎呀 我不吃 这玉米是多好的东西啊 不吃我 我这感觉玉米比大米饭还好吃啊 那平时吃的很多食物都有玉米味的 超好吃对不对 先把鲜玉米粒扒一大盘子 这个方法能快速扒出完整的玉米粒 先拿一部分炸成汁 再加点糖 吉利丁粉啥的 小火煮到粘稠的状态 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玉米糖了 不过就是差个玉米形的模具 那就挤到家里现有的动物模具里吧 灌满放到冰箱冷藏凝固 就是玉米味的QQ软糖了 看着QQ弹弹的小身段 还有天然的玉米香味 本来想防粘撒了一层糖粉 或者说裹一层细砂糖吧 静置一会儿 怎么都变成这个特性了 还不如啥也不裹的样子 还有一部分打成玉米浆 再加点糯米粉 做成玉米汤圆 这糯鸡鸡的食物啊 这小子毫无抵抗力 正好玉米糖做的多 直接塞到汤圆里当下 我还特意多做了点 吃不完可以放冰箱里冻着 吃几个煮几个也很方便 煮完的颜色看着就有食欲 嗯 嗯 糯鸡鸡的玉米味绝了 去年流行了好久的玉米了 把最后剩的这点玉米粒 今天也给它安排了 最高生玉米粒直接加糯米粉了 用黄油煎出来应该会更香 拌好的玉米粒放到平米锅里 加实 再浇点热油炸熟 煎好之后啊底部是脆脆的 吃起来又甜又糯 怪不得被评委了人气主食 这下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不吃玉米了 哇 涮 squared 这看起来还挺新鲜的 不是不吃醋梁吗 吃米饭吧 是我们的主食 你不是说了嘛 醋梁对身体好 我是个听话的宝宝 你说的 吃醋梁好 我得听你的话 这好吃 这什么 哎 玉米包的QQ糖 还想吃 哎 你少吃点糖 我这吃的是糖吗 我吃的就是醋量 醋量对身体好 哎 干什么 哎 玉米馅了 玉米馅那么辣 粗鲜肥 这种好的东西 还吃着团团的 nice 好